观看2014年波士顿马拉松赛事的规模 36000名跑者高昂的士气以及社区精神 你很难想象前一年 一场恐怖袭击如何摧残马拉松的参赛者和这座城市 影片制作人乔恩·邓汉姆本身也是一位马拉松跑者 他在爆炸案发生的好几年前 就已经规划要制作关于马拉松历史的纪录片 这当中掺杂多种情绪 对于爆炸案里面当然有很多悲痛 2014年1月份我会抵达波士顿 第一件事就是到波威斯顿街走动 每一天走在街上 我都会想起这起令人悲伤的事件 他的纪录片《波士顿》并没有聚焦在2013年 袭击事件造成的伤痛与恐惧 反之 纪录片记录了波士顿马拉松的历史 把这场赛事定位成 从一开始就促进慈善 团结与力量的活动 邓汉姆德电影追踪这场赛事100多年的成长 这场马拉松比赛报名筛选越来越严格 跑者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波士顿比赛 肯尼亚人威尔逊·车贝特是其中一名跑者 很久以前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我会跑着上学 一趟是3.7公里 午饭时间你回家 吃完午饭你再回到学校上课 然后傍晚再回家 纪录片展示了这场赛事 如何成为一场重要的募款活动 这一切源于希腊籍的奥林匹克运动员 斯蒂利亚诺斯·基里亚齐德斯 他在1946年赢得了波士顿马拉松赛 通过他是波士顿马拉松冠军的名气来募款 进而取得物资 援助战后的希腊 离今年马拉松赛事开始还有几天时间 波士顿已经叙事待发 波士顿运动协会通讯部主任斯肯德里安也在准备中 爆炸案发生后一年以及之后几年 团结感以及社区自豪感无以复加 这不仅仅是来自伤者 也来自当地的民众以及全世界的人民 我指的是这种市民的自豪 城市的自豪 以及对跑步这项运动的高度自豪 没错 我们被击倒了 但是我们更坚强地站了起来 第121届波士顿马拉松赛事前两天 这一队迎接在我们前方展开的比赛 第2四集 第2回事